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规定的时间内 每达对一道题目 可以得到一颗智慧心 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 今天呢 三个宝宝要来玩一个好玩的逻辑游戏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题板上呢 有很多的这个画面 左边和右边的 我们要把它相反的 按照相反的规律对应起来 什么意思呢 在左边我们看到有 蜗牛 有老奶奶 对 有大象 有袋子 有糖果 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胖胖的人 那么他们分别代表一种状态 或者一个形容的词 比如有大的 有小的 有快的 有慢的 他们代表什么状态 在右边找出和他们相反的状态 我想小朋友应该知道 有大就有小 有重 就有轻 注意 你在右边找的是要和左边相对应的那种状态 或者是那个形容的词 好 那我们看看在规定时间内 那个小朋友做对的多 就可以夺到更多的智慧心 做对一个可以得到一颗智慧心 是的 三位小朋友一定要看仔细了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 济师 看什么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好玩的逻辑游戏吧 你们看 左边的图案和右边的图案 总是有两个意思是相反的 你们能找出来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红色按钮对应的图案 这是蜗牛 它爬起来好慢呀 没错 那你知道哪个图案是和它相反的吗 我看到了 是这匹马 马跑起来可快呢 所以红色按钮就放在这匹马的旁边了 太棒了 答对了 我们再来看看紫色按钮对应的图案吧 哦 这是一个好重好重的包袱呀 那你看看哪样东西是青的呢 哈哈 当然是羽毛了 所以紫色按钮就放在羽毛的旁边 太棒了 又对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绿色按钮对应的图案吧 让我看看 这是一位老奶奶 它的年纪好大咯 哦 你再看 旁边的这个小宝宝年纪很小 所以它们正好相反 那绿色按钮就放在小宝宝的旁边了 没错 你真棒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蓝色按钮对应的图案吧 这是一颗甜甜的糖 那与它相反的就是这个酸酸的柠檬了 所以蓝色按钮应该放在柠檬的旁边 对了 我们再来看看黄色按钮对应的图案 嗯 这个可爱的叔叔胖胖的 哦 右边的这个叔叔正好瘦瘦的 所以黄色按钮就放在瘦瘦的叔叔旁边了 答对了 看看橙色按钮对应的图案吧 嗯 大象是大大的 而小老鼠是小小的 所以橙色按钮应该放在小老鼠的旁边 太棒了 全对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好 先来看看平后宝宝做的啊 紫色绿色 这个错了 黄色蓝色 就这两个换了换位置啊 这两个的位置搞错了啊 对了四个 好 祝贺你 为自己鼓掌哦 表现很棒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菠萝宝宝 哎 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 不过最后 调整过来啊 哎 前面两个正确了 这个对的 后面两个 不正确 没对 没关系 但是这个意思你已经明白了 是吗 正确 好 为自己鼓掌 为自己鼓掌 好 最后 蓝名宝宝速度是最快的啊 最快的 我们看一看准确率怎么样 正确 正确 哎呀 为自己鼓掌吧 全对了啊 非常棒 其实那小偷平时在生活当中 真的要留心观察一下 有什么东西是大的 什么东西是小的 什么东西是轻的 什么东西是重的 等等等等 做起这些题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了啊 哎 我们这些题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 好 那这轮游戏过后 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宝宝的成绩吧 宝宝闯 计分成绩 苹果宝宝得到四颗智慧星 菠萝宝宝得到两颗智慧星 蓝名宝宝得到六颗智慧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